这些地方你也看到肌肉的贯穿性 这种贯穿性我们先不讲经 你就从肌肉术来看 你就从肌肉术看 你的这个动作出去 你在发力或者用力的这个时候 你这一拳打出去 这一掌出去 你这个力量 它牵涉到的那个力的通路 是不是整那个所有的每一块肌肉的肌肉术 是不是整合在这个通路上面 我们先不用看骨不用看筋 你就看这个就好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 我们看这个刺剑 刺剑好了 这个拿剑 刺剑 你看 我如果这一剑刺出去 它现在如果是用走力的话 它用走的力量的话 上臂跟小臂的肌肉术的方向 就不一致了 然后上来跟这个胸大肌的肌肉术的方向 是不是能够整合一起 所以当我们在做一些动作 这样动作 往后延伸 往后延伸 延伸到哪 延伸到哪里 不管你延伸 我延伸到小臂跟小臂的肌肉术 上臂肌肉术 延伸到胸肌 延伸到背后 一连串的相关的 你能够延伸到哪去 这一串 都是要在这一个立的方向上